郭帆生也许没有想到惠聪网会以这样的方式登上热搜 曾经南阿里、北惠聪也无人在提及 阿里的江湖地位也无人撼动 而惠聪网也早已经随着时间埋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那么惠聪网有什么样的故事 它当年又是怎样的和阿里平分秋色的 实际上本次上热搜的并非惠聪集团 而是旗下的惠聪360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时报消息 惠聪360科技有限公司是惠聪集团旗下的电话销售王派 早在今年年初很多大客户就取消了与该公司的合作 根据网上流传的这则通知 该公司于8月25日停止运营 全员停工代岗办公区域关闭 后续对员工安排方式是 代岗期间第一个月工资支付周期 仍按原标准发基本工资 第二个月工资支付周期开始 提供代岗期间当地最低工资的70% 作为员工基本的生活保障 据悉该板块占据惠聪集团 整个业务板块的1%的份额都不到 但是这种说法并未完全的得到证实 退一步而言 即使该板块真的不到集团的业务板块的1% 但是从当下惠聪网的体量而言 确实没能够排进互联网电商的第二梯队 资料显示1992年在那个互联网大潮的席卷的大背景下 郭帆生与几个朋友凑了14.8万成立了惠聪公司 当时惠聪的20号人每天只能骑着自行车 穿梭在中关村的各个商户之间收集信心 然后以刊登广告的方式向商户收费 作为中国最早的B端企业服务商和商业门户 惠聪网占据了天时地利 由于其电商板块发展的比较早也比较的有代表性 因此他也得到了中国电商鼻祖的诚好 2003年惠聪国际资讯在港交所上市 惠聪的成功上市一夜之间创造了126位百万的富翁 而这些百万富翁当中的大部分都是惠聪的持股员工 而让惠聪网真正众所周知的则是2006年央视的一党 赢在中国的节目 当时郭凡生和一位年轻人的对话将惠聪网推到了台前 当时这位年轻人做了一个预判 他说在座的有一个惠聪网 我也曾经使用过惠聪网以及他的搜索 但是我不看好惠聪网的未来 因为未来在那个行业只有阿里巴巴才能够做到最好 也不是说我为他做网告 现在他的这种整合 等他把雅虎整合完毕之后 他就会腾出手来打锅总 因为他已经把地区打败了 别对年轻人的判断 郭凡生愤怒的说道 我都已经这么成功了 你都不信任我 你凭什么让他们信任你 相信一个比我还不成功的人 2010年之后 阿里惠聪开始分斗扬镳 阿里借着移动互联网的浪潮 已越成为了国际公司 而惠聪的名气整变了越低 2014年惠聪网转至香港主板商市 其后更名为惠聪集团 按照不解惠聪集团的经营现状而言 其实并不乐观 根据其财报显示 2021年惠聪集团的营收 173.9亿元 同比增长19.78% 净亏损了6.63亿元 今年上半年 惠聪集团实现营业收入61.17亿元 归属五公司净亏损7473.5万元 更为尴尬的是 惠聪集团股价从最高点跌幅 已经超过了98% 股价仅剩下了0.345港元美股 每日成交额 仅有十几万到几十万部等 已经沦为了鲜果 市场也仅剩下不到5亿港元 总而言 惠聪网现状只是时代的一个缩矣 对于惠聪网而言 当下最重要的是 努力地维持集团稳定增长 以及如何剥离其核心业务 就像该公司员工说的那样 本次调整 只是集团调整的一部分 后续不排除进一步的调整 总要一步步来 如果动作太大 员工反应也会比较激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